那個打狗外國墓園 是在這一邊 在登山街60巷 裡頭 這邊有一個預地店 在打狗外國墓園 在山下 大陸園 在山下 大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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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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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康威諾克斯 弗莱策之墓 清帝國海關擔任第四等班班 1893年 逝世於打狗 1869至1893 24歲 那這個基座 是 英國領事館霍必蘭的妻子 霍瑪麗墓碑的殘塊 他始於 在英國領事館 吸入過多的 排水溝沼澤 一八五零年 一八五零年 一八八四年 一八四年 三四歲 這邊有一個 禮修牧師 他是第一任 駐台灣的長老 教會 牧師 1840年 是1879年 蘇格蘭人 1879年 病病是39歲 他這個是一個墓碑 這邊也有個基座 外國打狗墓園 1925年 12月4日日治時期 英國政府出售 在南方的所有財產 打狗 外國墓園是唯一例外 日本政府並修築墓園 前道路 將墓園維護得相當完善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由於打狗外國墓園並會向 中華民國政府登記 被台灣省政府視為無人任理之處地 而於1950年取得 1967年省政府批准土地地墓 由墓地變為建地 土地被分座小塊建地出售 墓墓被清理以建造名材 如今僅存三座可建的墓碑 夾雜在明宅之間 居民與墳墓之間相當無事 在登山街60巷 12號的後面 存哪個墓碑 沒有墓空間 這邊是60巷30號 我看到有的水器 大家不知道是會有氧嗎 有沒有你看到 在這邊 這個有一個什麼 墓碑 對啊 這個墓碑是... 怎麼有人會出來這樣啊? 這算外面 外面 剛才那兩個也都外面 蓋就是沒蓋到... 沒蓋到墓碑要蓋裡面這樣 蓋起來 這就是一樣 這個也是威廉霍金斯 他是... 三尾帆船西峽谷號的船員 他是在... 在那個... 就是港口那邊坐船的時候 因為風浪太大 掉下去... 死掉了 他是... 1856年到1880年 24歲 24歲就死掉了 這層都是啊 39的 差不多那也是... 樓樓樓樓想 這樣 2月有名字 這是... 這是私人的... 十一集情形 謝謝